太多元了 停不了车了 现在连夜把路扣担扣 连夜坐那个停车场 游客都到得紧急新建停车场 中国最新爆红打卡经典 是奥运跳水冠军全红蝉的老家 卖和称的奥运称牌 我的天啊 这5A级旅游景点都没这么多人 无论村子入口还是家门口 都架起巨型看板 游客簇拥抢着拍照 场面堪比巨星演唱会 一旁街道整排都是小吃摊 枪赚这波奥运红蝉才 连成红蝉的母校也成为景点之一 这就是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的魅力 一个人大火了一个城 靠水花消失数 成红蝉成为中国最年轻奥运三金王 老家不只请来五龙五十 还连着好几碗放鞭炮 放烟火 无论白天黑夜 整个村子挤满游客 也看人潮只增不减 原本的喜悦逐渐变成负担 全红蝉父母甚至因此 搬到自家过运生活 而全红蝉自己也曾表示 不喜欢受到这么多关注 全红蝉在今家乡意外爆红 中国各地游客涌入 想一赌奥运冠军的产地 但这样的热情 对全红蝉家人和当地村民来说 恐怕实在有点超负荷 下期新闻 那我继续预报答 到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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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壬 up